大家好,我是小爱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女子不断寻找埃及古墓唤醒木乃伊,成功救活自己双胞胎妹妹的故事,阿黛拉的非凡冒险。 故事发生在1912年,阿黛拉是一位果断聪明、高颜值的法国记者,她为了拯救深陷中毒昏迷的妹妹,走遍世界寻找治病良药。 并且她不顾出版上要求,去毕鲁印加古国探险的要求,独自前往调查埃及木乃伊的古墓,寻找传说中的法老名医的木乃伊。 另一边一位危罪的菲迪南德走在巴黎邪和广场中央,她突然感觉料急,想要究竟解决时,奇怪的她发现面前的雕塑,却发出了神奇的光芒。 似乎是女不想让杂物沾染到自己身上,这可差点把菲迪南德给吓坏了。 原来这束光芒从居住附近的科学家的家里面发出,她是一名研究古埃及的专家,同时拥有上亿年前的古生物复活的神奇能力。 此时她正在使用能力尝试复活远在两公里外互管的化石,很快在魔法的加持下,一颗上亿年前的恐龙化石孵化出一只异手龙,当她一出来就被一尊巨大的恐龙骨架吓了一跳。 不过科学家似乎和一手龙有特殊的生命联系,在她的帮助下,一手龙打破天花板飞走了。 当晚一手龙便把号搜的警察局长,连人带车扔到了兰茵河里淹死了。 这件事情在巴黎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恐慌。 几天之后,在巴黎的某处,阿带拉正在进行自己的新书签售仪式,一位科学家仰慕者安德烈见到她后便语无伦次,从此对她的迷恋便一发不可收拾。 在签署仪式完成之后,阿带拉便又踏上了新的冒险旅途。 她再次来到神秘的古国埃及,不过阿带拉通过和两个盗墓贼合作找到一个古墓。 他们拿出各自的藏宝图拼在一起,随后利用自己博学多才的知识打开了通往木乃伊的大门。 但两个盗墓贼却想杀了她霸占里面的宝藏,幸好阿带拉通过自己对整个古墓的了解,两个盗贼觉得想得的宝藏离不开她。 阿带拉成功启动机关,打开了暗门,两个盗墓贼看到数不尽的星星珠宝便飞扑过去。 不过自古贪财的就没有好下场,一个盗墓贼被化身成蛇的项链勒死,另外一个则掉进了无尽深渊。 而阿带拉对金钱一点也不感兴趣,她只想找到木乃伊的尸体。 这时古墓来了一位不足之客丑男,她威胁阿带拉,想把古墓的物品占为己有。 她因为盗墓必须要就地正法,为那时刻聪明的阿带拉向丑男借了个打火机, 她趁机点燃了金字塔流出来的黑石油,并躲进木乃伊棺木里,通过密道进入内核中。 战者河流的漩涡来到另外一个出口,这也快把正在钓鱼的人吓傻了。 与此同时,一手龙的复活把巴黎弄得鸡犬不宁,总统下令24小时内必须抓住他,而抓捕的任务就交到了胡子哥手上。 通过对博物馆的调查,他得到一些线索后,准备去科学家家中前去调查。 此时,一手龙通过联系飞到科学家家中进食,当听到门铃后,科学家把一手龙藏在帘子后面。 在这里,胡子哥秒电吃货,当他掏出鸡蛋,就要往嘴边送去。 这时,一手龙大吼一声,冲出来要抢胡子哥手中的鸡蛋。 顺时间,家伙被一手龙弄了一团狼藉,眼睛得不到鸡蛋,随后他怕的翅膀飞走了。 但科学家却被警察逮捕,关进了监狱。 而阿代拉带着木乃伊的箱子回到了巴黎的家中,他的妹妹还是睁大眼睛,靠在床上一动不动。 看到他脸色不好,就用胭脂往脸上涂抹。 随后,安德利来到家中交给阿代拉一封信,表示这封信非常重要,一定要看。 这时,阿代拉看到报纸上报道科学家被关在监狱的消息, 因为他想要复活木乃伊,必须建筑了科学家的能力。 他便乔装成律师、宋三大妈和修女等多个职业准备救出科学家, 却一次次的被识破送了出来。 与此同时,政府聘请多余猎人来消灭一手龙。 他和胡子哥在巴黎铁塔寻找他的踪迹。 不料他抬得望去,却被一手龙的粪便掉到头上。 猎人在粪便找到羊肉的成分, 因此他们开始守住带兔,等待一手龙的到来。 而阿代拉通过假扮预警成功进入内部, 没想到监狱里的人早已不是科学家。 原来他明天将要被行刑换到别的地方, 他只能通过记者身份来到了总统身边, 请求总统先生下令放了老科学家。 可是连总统先生都不相信一手龙的存在, 没想到一手龙正好回到这里袭击总统, 阿代拉及时冲上前,扑倒救下他。 不料被保镖当时凶手扔到了外面, 阿代拉沮丧地回到家中, 想到没有科学家根本就不要自己的妹妹, 他来到木乃伊面前脱下衣服, 准备泡澡放松下。 就在这时突然想起了安德烈交给自己的一封信, 原来安德烈通过书籍得到一手龙会固定住处, 因此他用蛋壳把一手龙圈养起来。 当晚阿代拉跟着安德烈来到一手龙旁边, 他通过接触慢慢用羽毛微博套在一手龙的头上, 再经过多次的磨合, 深信暴躁一手龙被阿代拉轻松驯服, 他骑在一手龙身上准备拯救即将执行死骑的科学家, 而等他带着科学家分回圈养的地方后, 躲在树木后面的猎人, 一枪打中了一手龙心脏, 拥有生命联系的科学家也像中了一枪似的倒下了。 原来他们现在共用了一个生命, 不管两人谁受了伤, 另一个都会受到同样的伤害。 为了复活木乃伊, 阿代拉将危在旦夕的科学家带到家中, 他决定帮阿代拉完成最后的心愿。 科学家使用最后的能力复活了木乃伊, 而他却和一手龙一头倒在地上。 这时木乃伊来到阿代拉的妹妹面前, 看了一下她的伤口, 却说自己无能为力, 因为自己并不是医生, 而是古埃及的核物理学家。 在古埃及, 医生一定要葬在法老的旁边, 而此时阿代拉绝望地回忆起五年前的事情。 以前和妹妹关系很好, 总是形影不离。 由此两人一起打网球时, 阿代拉失手拥球打倒妹妹, 而妹妹碰巧又被头上的发簪插进了脑袋, 导致妹妹再没有苏醒过来。 此时的她感到无比的绝望和伤心, 木乃伊表示科学家的死让自己感到伤心, 但那股精神力量让方圆两公里以内的古生物复活, 就这一句话惊醒了阿代拉, 因为就在离他两公里之内的卢浮宫博物馆里, 正好摆放着法老拉美西斯的木乃伊。 当天晚上阿代拉便带着木乃伊来到卢浮宫, 他打开一个个棺木询问是否是医生, 可每个人都说自己并不是医生, 随后他只能和随从盼望法老醒来。 法老从棺材中爬出来伸了一个懒腰, 为了感谢他将自己从睡梦中叫醒来, 法老也答应了他的请求, 于是叫私人医生对妹妹进行治疗, 医生先拔出妹妹头上的簪子, 用法老的内脏涂抹在额头, 并用包裹木乃伊的白布裹上。 随后阿代拉的妹妹也如愿以偿地活了过来, 而木乃伊复活后离开了卢浮宫, 踏上回去印度的旅途。 最后安德利也大胆地向阿代拉表示爱意, 可此时只有阿代拉的妹妹独自在家, 而阿代拉又一次踏上自己的冒险旅程, 只不过他这次搭乘的却是将要撞上冰川的泰达尼克号。 虽然本人喜欢阿代拉的任性脱辣, 美艳和机智, 喜欢木乃伊被召唤醒来之后的滑稽, 可本篇给人的感觉是由阿代拉, 博物馆奇妙夜, 卢浮魅影三部电影混合而成, 缺少可以支撑起一部电影的亮点。 好啦, 今天电影就说到这里, 喜欢我就关注我, 我们下次再见。